大家有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 你有第一次在台中參加哲武 哲學星期五有沒有現場來請幫你多多多 那有些來過哲學星期五 有些人沒有參加過哲學星期五 那所以我還是要稍微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的一些傳統 哲武呢他其實是在2011年從台北才開始 2011年的8月在台北正式的哲武在我們活動 公共共產的活動 那一直到去年2014年的1月17號 我們在台中也開始我們第一場的台中哲武 我們要持續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7點半到9點半 我們會在台中的侯伴 就在明珠路三數號 離這裡隔壁條街 每個禮拜五晚上7點半到9點半 也有固定的哲武在台中 那我們一樣同樣每個禮拜五 介紹不同的公共議題 然後希望說可以促進大家對於這些議題的討論 比如說我們像昨天晚上也是 我們昨天晚上其實跟今天也有點關 昨天晚上討論的就是有關於這個限改的議題 那其實我們在除了禮拜五以外的時間呢 很多人就說其實有那麼多的議題怎麼辦呢 很簡單我們就辦哲學類型期五 不管是禮拜一到禮拜四或禮拜六或禮拜天 我們只要有空的時間 我們也可以跟一些其他的單位一起來合作 共同來舉辦一些相關的公共議題的活動 所以像今天我們就是跟這個限動 全民的要動 憲政會議 中年憲政會議推動聯盟 中年憲政推動聯盟 我們也是來合作 在台中舉辦這個草根論壇 那草根論壇呢 為什麼我們要舉辦呢 其實大家知道說去年的318這一場 佔領國會的運動裡面 我們看到了台灣人民 除了對於這個服貿這件事情的憤怒以外 那我們其實也在這麼大的一個佔領運動的集結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人 他走上街頭也看見了台灣的制度面的一個不公不義 那這個制度面其實也根源到我們有關於憲法 還有台灣的這個根本大法 以及我們的這個憲法 有很多的問題 那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也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開始來全面的檢討說 我們憲法裡面到底存在哪些問題 那如果要修要怎麼改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在那時候 其實有這個在街頭 大街頭的審議民主裡面 討論到 我們應該是要 召開全面的這個公民憲政會議 全國的 那我們希望說 從由下格上的人民來跟我們討論說 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一部憲法 那這些東西 其實憲法 談開的層面很廣 有不同的議題裡面 那我們希望可以來做一些討論 所以今天在台中 我們就是希望說可以來討論這個有關選舉制度的部分 那選舉制度 我想大家都有選舉經驗 為什麼呢 今天要討論選舉 大家知道今天2月7號 立委的補選 那 包含我們所在地的這一區 也是正在做立委的投選 那不管補選的結果如何 我們其實每個人在這個 每個人都有投票經驗裡面 你一定會發現 我們選舉制度真的存在了很多的問題 那包含說對於 政黨政治的發展 是不是也很固定 或者是說對於整個台灣民族的發展 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想今天大家就有機會 我們時間其實還滿足夠的 我們可以來討論說 那你覺得選舉到底存在哪些問題 大家可以常所謂 就不用拘泥於這個 我們平常摺舞只有2個小時 但是今天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多談一點自己的狀況 那一樣 摺舞的傳統很多 那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彼此 互相認識介紹 那 這樣子也其實有助於說 待會大家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可以進一步去彼此的熟悉 這樣 所以要摺舞介紹 摺舞介紹不用太長 沒關係 我們原則上 因為摺舞平常人比較多 它要只有10秒鐘的介紹時間 那今天大家可以稍微拉長一點點 不要超過30秒 好 稍微介紹一下說 你是誰 你來自於哪 你在做什麼事情 可能有人都是從台中來的 不一定都是來這裡 一定是台中人 那 那 呃 你對於今天的這個議題 有什麼樣的期待也可以講一下 簡單的講就可以 不用太長 那幫我們工作人員 可以讓大家做一些自我 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我們先從 呃 最後面開始好了 好不好 從後面介紹 我會來到前面 在這邊 這邊 來 好 來 好 各位 陪伍大家好 我叫陳其中 然後我來自苗栗 其實 其實我雖然知道說 今天有這場會 但是我本來不是要來 這邊停的 我本來是想 我本來是想要 我本來是想要 去幫老單他們全面罷免 然後我要去他們罷免簽聯署出 因為他們現在正在做 霸體館集團的活動 然後 但是剛阿公來 阿公 那個要教育大哥 叫我來這邊等 那我就想說 來這邊聽聽看 這個選舉制度 其實我本來是想在樓下等 那 我比較注重的是 選舉制度的確有很多 很多不好的東西 然後包含 像我自己常常在做的 補正公共法連署 然後以及 所謂的霸體制度 那 我一直很好奇的是 明明 制度上有這麼多的確實 但問題又是 我比較注重 說你怎麼樣去推行他 對 因為制度很多確實 我 我相信有很多確實 但是問題又怎麼樣推行 才是我真正疑惑的地方 因為很難推啊 就我們自己去連署的經驗 或者我們自己去罷免的經驗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 好 那 沒關係 我們幫忙傳一下麥克風 好 運棒我們就拿 他要跟我們簽索 結果 那 我們哲人的經驗 大家好 我是運棒 我是哲人的經驗 那 我們這邊其實今天有獎益的大美 然後可以來這邊拿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股 陳育長 我現在是在那個 苗栗縣 公共機構上辦 因為我在公共機構上辦 好像覺得公共機構在多一些推行政策 好像推行政策 好像都不太一樣 有參與過選戶公眾嗎 沒有 一般公共機構如果有的話 就只是一些投開票所的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是屬於那個 地政事務所 所以一般都沒有公佈到情供公地 大家好 我叫黃周林 三人王 雅周林 雅周林 我是國學老師退休 那我們可以選舉制度的這個理論 在所謂的了解一下 那我們可以選舉那個十五 你現在有興趣啊 因為我是在公共一樓的選演會 當選建小組 所以今天我們敲門過來 都走得過來 選建小組 他都被做起來 就是換這個選舉 就是所謂的違法 也會的處理 那今天因為我們 在講義我看過了 那因為我們這個制度 老師寫得很好 那只有七點 比較細節性的東西 我們準備發言 給我們主要 我們待會可以有更深入的討論 對 好謝謝 今天大家好 我是外面來 我是彰化人 彰化人 然後 然後大家印象最深 應該就是 周國園 你們今天也是讀選 對 對 他是一個 你是國王 跳起來 沒有沒有 他是南彰化的 然後像我們老家 在那邊 可是我們北彰化是 一般是怎麼樣 比較相關型 可是我們就因為 彰化有 目前彰化有很多選舉 上很可怕的例兵 但是有一些 退役員的選舉出現 比如說像我們彰化洗手 他是一個 整個地方跟 上層正式是一個 連身結構的體 大家會有興趣可以 西周 進去看看 他是一個地方跟 上層連接在一起的 連身結構 但是他那個連身結構 又不是透過 黑暗手道去做 有興趣的話可以了解 西周的問題 謝謝 你們帶來的話 我是一個 就是 其實我很學生 就是 我是從那個 就是我在花蓮圖書 然後 我在那邊就會發現 從那邊的 台中人在花蓮圖書 對 那邊的蜜蜂系 非常邏居 就是花蓮王 非常 講仔細一點 我想要聽 花蓮圖書 就是 他本身我覺得是還蠻有趣 就是他 那個 就是出場還有我出場的配樂 對 那種布袋戲的那種配樂 對 就很像那種感覺 但是他每次一出場 就有那個音樂 所以只要花一點點 那個音樂 如果說得出 說得出不虧其 那就 基本上已經在花蓮 對 我發現 這種狀況還蠻有趣的 然後 他們這邊也非常多 那種 就是 一些 會學的那個 就是 就是 我發現 原來選舉是這麼複雜的 可是 你覺得他 不太好 那為什麼 你有沒有好奇 就是為什麼他可以一直選上 欸 我 地方的證是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我在那邊看到的是 那邊 吵低皮的吵架 很嚴重 嗯 所以我覺得應該 我旁邊的那些有關係 而且 傅克希他本身就是 活動跑得非常認真 嗯 所以他不像其他的那個 就是政府官員是 去一個活動 然後 去開市場 就沒 他是從頭到尾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他個人也有啊 只是 我不太希望他是 往這方向 好 所以其實等一下呢 我們今天其中一位講者 那個 長正他也會跟大家 稍微講說 欸 地方政治為什麼 就像你講 花靈魂為什麼會一直選上 所以他其實他有他的觀察 好 我可以用苗栗王 對 好 來 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阿淡俊宏 然後我是 現在就五星星大學的 直播比理系 然後 然後 今天就職 然後 今天第二次來 昨天第一次來 因為就是 對選舉的一些 制度這相關 比較有興趣 嗯 然後就 所以今天又來 了解一下制度 是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高雄 然後是 祝福家的 軍民 然後 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選完才來 對 沒有 今天不選 你不要說你祝福金 他這麼有時間 今天兩個我實在 兩個都不喜歡 兩個都不喜歡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排名在地人 我叫欣然 然後 對選舉制度 我應該說是 從這次平交舞選 市長過去參加他們一場的 這個政見法 也不是在各區 像三縣 三縣 還有各區 然後 我會覺得說 這個選上的人 他對現這個政見的 這個承諾 我是蠻重視的 因為過去 已經投票好幾次了 那我覺得 政見對現這件事情 就好像是一個 政治上的契約 我是每次都私信 每次都挑戰 然後我心裡面 會覺得很落空 所以 我去參加那個 林佳龍的政見 就是 從他選上以後 就會開始去接 不是從選上以後 從選前 就會開始去接入他 那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 讓他任內 哪些事情做得好 哪些事情做得不好 就是有監督的一個力量 這個就是現在選舉制度當中 沒有辦法去落實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選舉要一個自覺 就是說 這種制度這麼爛 然後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監督候選舉的 這種政見的兌現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選前就要做這件事 對 他的政見報表會每一場 我去聽嘛 我都做紀錄 看看是不是這一場講這樣子 A版的 然後B場講B版的 然後 不過他到目前為止 每一場都講的是A版的 就很一致就對了 對 到目前為止 不代表說他以後不會講B版 不過其實剛剛提到這個選前 其實比如說 在去年這個 11月的大選之前 其實我們在 包含台北台中都有推過這個 市長點問這種機制 其實就是透過那個題目不斷的累積 你現在如果還回去看 市長點問裡面的那些題目 那包含候選人才會回應 有一些候選人已經回應了那些 就可以看 比如說台中的 林佳龍有去市長給問回應嗎 就可以來看看 他去年回應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對照他現在做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選情人的工作 就很重要 然後我是居民 對 然後我本身 是居民 居民 居民 然後居民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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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本身是 從我前進的出面方便自夠 對 那你哪個家 不是一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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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然後就是因為 那個公民先生論壇的 草根論壇 其實我之前就有參加過兩場 對 那就是第一次是培訓 對 就是類似 主持人培訓 主持人培訓的課程 這樣子 對 那因為選舉制度 其實 其實現在台灣一般的民眾 就是都 還是很 怎麼講 就是只知道有選舉權 卻也忘記我們 憲法也屬於我們其他三項的權力 對 然後像今天是立委入選 那 其實 其實 我們 生活在這個地方上 我們 跟台灣一般的民眾 知道說 其實 還有其他的權力 可以 我們可以去實踐 而不是說 欸 只是白白的聽 政治人物在台面上講 那些的光線量力的話 這樣子 對 然後 可見一下大家買 可以這份書 對 我已經看完一次了 我現在看第二次 對 其實有講到就是 裡面有關於所謂的 所以現在台灣先行 就是買票的問題 其實 非常嚴重 所以大家可以買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李芬正 現在 可以下班分享 那我是 現在是定黨 共同造成人 那我的有幾職工作 是 基金會的執行黨 有基金會所有創辦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叫佩晨 那我現在是在台中 中當體態宜 那我不太重人 所以 那我之前因為參加那個 那我之前因為參加那個 台灣辦理拳運 跟肥膜的志工 所以 就覺得有些我們想要 去改善的議題 想要再 就是找 不管是明代 或者是各官員去支持 其實常常覺得很困難 那 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就特別很認真的回家 看我們家的選舉 恐怕 然後跟家人討論要投誰 那我就覺得 長輩們通常都弥漫了一種 悲觀的氣息 就是他們也覺得 工作上的人很差 但是又覺得 好像他們都會選上 那樣子 然後覺得很差的人 可是這些人都會上 他們就覺得 那些人好像很認真的 在地方耕耘 所以即便他們覺得很差 他們也覺得他們會選上 對 認真在地方耕耘 可是又覺得他們很差 對 那到底是認真的 就是不好的耕耘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有些真的工作上也很 就是也看到有些人 可能正經就有一行說 我是在地的基隆人 什麼 很愛大家 這樣就結束 我也覺得很傻 所以 然後後來我現在 開始耕耘 對 然後我現在在服役的過程中 就是發現這種悲觀的氣息 也傳承到我的年紀以來 但是有些黃袍他們也是會在看新聞的時候 批評政治人或是參選人 可是大家批評歸批評好像也覺得他們就是會選上 所以我就覺得 那為什麼我們要一直陷入這種覺得很悲觀 沒辦法改變的情緒 選擺主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多了解 看能夠改變什麼 謝謝 соз 就是 然後 你 那 然後 請問我 好 雅雯啊 大家好 我叫林玉玲 我從新竹來 但是我本身是 也就是我是新竹市民 但是我就是台中人這樣子 但我昨天也有來參加那個 新奇五那個 當我有名參與跟謝凱博士 其實剛才聽到 剛剛有些朋友 講到什麼花蓮網 苗栗網 台灣各地都有各地的那個 Local King 還有一個同學 那個買票或者是那個 大家會覺得明明這個人不會上 但是他為什麼會上 我想跟那個香港 所謂現在香港說我要真同學 我要提出一個Question 所謂的票箱式的選舉 他到底是有什麼盲點 他的缺點 到底是可以用策略性 或者買票 或者是像以香港那種 就是直接指派的這種東西 他的票箱式的選舉 盲點到底是在哪裡 對 那我們大概先知道盲點在哪裡 才有辦法去改善他 OK 謝謝 還有那個掌證做的掌證 我是楊上正 因為我們在掌證做的掌證 因為我們在掌證做的掌證 非常開啟 那我原來接到的 跟我們好像是要講的一個資訊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樣說 然後我們就要講 接下來我們在掌證做的掌證 那我覺得 我也覺得 我也許我們就是那個 非制度面的掌證 從那個去 我們在掌證做的掌證 那我現在是在 那個 我們是基督堂 我們是學院的掌證 那 我幫你一次 你比掌證做的掌證 很好 很好 好 好 那我們其實 今天等一下活動會正式開始 那自我介紹過一輪 那 我們就是 待會操作或進行的一個 流程跟方法 我會先請 這個佳華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佳華是那個 民主平台的這個 政策部主人 還是要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佳華 那剛才就是 總理用折武的方式 進行了開場 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連接到說 那草根論壇怎麼進行 那他的進行 他大概會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會請 一些講者來分享 對於今天討論議題做一個引演 所以就如剛才大家貼到 一位是根證 一位是長證 那他們可能會個別 從地方政治 地方選舉的經驗 或者是說 剛才剛打完九合一 那大家也看到手面的資料 有一些在綠黨選舉的過程中 看到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可能都會分別 從這邊揭露 談到選舉制度 那也包括大家可能 帶著各自的經驗 或是問題一起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概會有 一個階段是先請兩位 可能先用25到30分鐘 用多時間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結束之後呢 就是大家一起討論的時間 那這個討論 我們會同時 這邊有黑配配 會有紀錄 那另外這邊的很大一個黑板牆 我自己看了都好興奮 就是呢 會不斷的把大家的討論寫下來 那像剛才大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開始提到說 其實在談選制的時候 他同時選會提到罷免 選罷的關係 還有可能有時候 我們care的 我們關注的不只是制度面 還有他到底在執行面的問題 那現場也有很多人 可能過去在彰化花蓮 或者是苗栗 有看到 嗯 勾勾服類似這樣一系列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 剛才有人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啊 為什麼我們明明知道那個人不好 可是他每次呢 又都可以選上 那也有人提到說 投票 voting這種 透過票箱的民主制度 他是不是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從開始思考他的問題 再進一步思考說 那還需要哪些的配套 或者是本身這個制度 我們該怎麼去 讓他可以做得更好 這是剛才我們的開場 給大家自我介紹 所以自我介紹之後 議題的分享導讀 接下來大概會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討論 看說今天會不會有一個初步的結論 那初步的結論 嗯 大家會看到除了黑配之外呢 我們以後啊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 現在我們這邊會做什麼事情呢 欸 楊總理我對你的電腦不熟悉耶 對吧 這個好像現在是 欸可以幫我往下拉嗎 像之前我們跟地球公民辦過一場 所有的記錄都會上來 大家可以看到說 欸 拜在哪裡然後往下拉 這邊會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還沒有看過台灣有人吧 一場會議做這樣的操作 每一個人的說話都會被呈現在上面 然後呢 會有手勢的強度 等一下會教大家 它是一個參與的規則 不過再往上拉再拉回去 再拉下來一點點 大家以後上這個網頁 再拉下再拉下再拉下 好到這邊 這邊有標籤 比如說總理 按一下藍色會整的部分 藍色會整 它就會跳出每一個議題的結論 然後再回去上一頁 主張或是它提的是問題 你點進去它都可以分類 那它每一個討論也都有標籤 我們是很希望草根論壇 在一個階段可以遍地開花 然後負責任的把結論 呈現在大家的面前喔 所以很謝謝大家來參與 那之後呢 這個各場次的集體智慧 就是遍地開花 但是各次開了什麼花呢 我們會希望說大家可以上 公民憲政推動聯盟的網站 然後所有的資料就會呈現出來 那下一個階段也希望 從這邊的問題集結 變成未來是只有政治人物 透過國師會議來設定 限改的議程 而是說有這樣大的資料 有效的上討論的內容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時間寶貴 我想接下來應該是先請更正 好 那更正這邊有投影筆 更正這邊就可以先跟大家大概 分享25到30分鐘的時間 那國民美少女可以幫我計時一下嗎 國民美少女好 好 那接下來時間就交給更正囉 謝謝